大家好,欢迎加入走街串向游北京。很高兴为你效劳。我们出发吧。 北京约有四千个村庄,秦城村是其中之一。这个位于莽山脚下的小村庄,位置偏僻,交通不便。 村子有千年以上的历史,传说出因盛产水芹菜而得名秦城村。至于什么时候,改称现在的秦城村。没有人能说得清。 这个村子很小很普通。 但是近年来这个村名却明扬天下。原因是1950年代在村后山脚下,建造了一座等级极高的监狱。 它是当时苏联的第157个圆滑项目。 这是一个隐藏项目。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趋势。 参与建设的中方负责人,在监狱建成之后不久,竟然成为了里面的首批住客。 这里不是谁都有资格进住的。 住客入住前的身份,即使不是赤诈风云,也须是一方诸侯。 这个地方。 這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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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 这边不学习。 整个人少云。 这包括西洁人,小佛的主批,但不能在这个箱子里面的私团队。 既然会讨设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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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计则较金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